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重阳讲庭 现在冬天了 地里面都没有什么东西了 那我们冬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吃菜问题 因为天冷了 地里面没有菜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东西看看 我这里有一块大白菜 包的很好 大概重量有差不多接近三公斤重吧 那这个菜是哪里的 看起来好像是超市买的 其实不是 就是我们地里面收的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 怎么种白菜 而且怎么让它越冬 让我们冬天都有这个白菜吃 好 我们采取的这个 呃 一个耐寒措施之一 大家看到下面的白菜 但是我们今天种了很多了 那是收掉了不少 好 我们收一颗看看 把外面的叶子一修 就成了一棵非常漂亮的白菜 那这棵小一点 但是这棵重量也有两公斤 那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什么 需要做的就是 怎么保证我们在这个十二月份 一月份都有菜吃 好 我们看看地里面的这个 它成这个样子 但是因为它包心包的紧 其实里面的呃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再来采取一个措施 因为去年我试过了 就是我们用树叶盖过的菜 在下边 它这个冬天 依然非常的好 我记得到经历零下三十三度以后的二月份 那树叶下的菜没有被冬坏 我们这个菜呢是天气预报 我记得到五天前 经历的最低温度是零下七度 但我们这里比多伦多要冷一点 应该达到了零下九度 现在看来是没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 收的这个菜已经证明了 我们现在要实践的是 看我们这个下一步 怎么让它能够经过零下二十几度三十度 依然能保持好 今天规模不到 就当做一个试验 这是我们收下的树叶 加拿大别的不多 那秋天多的是树叶 好 好了 确保把白菜全部盖也 好盖回来 我们用这个架子 盖起来非常方便 它的目的就是 防止这个树叶被风吹走 好这样可以了 看到这么漂亮的白菜 大家就问 那怎么种出来的 好 我现在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种出来的 那首先一个种白菜 我们说的是什么的 品种 这非常重要 因为有的品种的话 白菜品种上百个 有的品种包心包的好 有的品种包心包的不好 那要让它这个能够经历寒冬 最重要的就是能 这个耐航性就很好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一块白菜 它里面的叶子是几十片叶子 我们把外边的这一层 大概七八个叶子就作为一个保护层 这个保护层冻坏了没关系 修一修拿掉 好的白菜就出来了 那可使用部分一样很大 因此包心性能好不好 紧不紧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态征 这个品种的话 在哪里 我们是在 West Coast一子买的 因为这是加拿大最大的一家种子公司 正规种子公司 它的种子质量好 品种齐全 那这个白菜品种叫什么 就叫Channess cabbage 大家选这个Channess cabbage就对了 能包心的Channess cabbage 这就没有错 因为实践证明它包心是好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种的实践 我们种白菜通常说 头夫罗布埃夫界三副种白菜 那加拿大的头夫通常是在 7月中旬到下旬 那三副的话 通常是在8月10号左右 那三副种白菜的话 我们掌握在什么 掌握在7月25号到8月5号之间 来种这个白菜就对了 我今天的实践证明 这个白菜直播的 它包心的效果远远比这个渔栽的 要好得多 因此的话 在7月25号到8月5号之间 尽量直播 尽量直播 这是第二个环节 播种的时间 那第三个环节到什么 种白菜最大的问题 虫害 它有两个虫害 第一个根区 那根区什么东西呢 根区就是土壤里面 就是苍蝇下了子 生了小区 这个小区它在这个白菜 长成苗以后 出了根以后 它就会危害白菜的根部 让根腐烂 那白菜长到这个 差不多就是十几个叶子 二十几个叶子的时候 刚好准备包心的时候 白菜开始烂了 那这就是根区造成的 那预防根区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保证土壤里面的这个肥力 既肥沃 但是又没有太多的这个 没有腐烂的腐质质 深根区过多的这个半腐朽的物质 是一个关键 今次到施肥上 我们采取的措施什么呢 就说种白菜的前作 最好是选择豆窟 就比如说我们是种这个 蚕豆的 蚕豆的 那个时候蚕豆瓦豆收了 刚好接上白菜插口 它土壤肥力足 咱们除了豆改以外 不再往土壤圆 买任何这种有机费 这就可以有限的币码更新 那大家会问 肥力怎么保证 那肥力 我们用这个 Gross Delight 就可以保证它的养分需要 白菜的这个 猪寒剧也不要太高 太高以后 它叶子之间相互搭着 水分滴不下去 容易浪叶子 咱们把这个密度掌握在一个平方米 6颗左右 那一个平方米有多大呢 我们这个地方 大概就是一个平方米 那种6颗就是 每排3颗 这个距离2颗 那说起猪寒剧 也就是说猪具 30公分左右 那寒剧50公分左右 这样的密度 就可以了 咱们前桌是豆磕 又放了豆盖 做这个甜味下去 豆盖两个星期就分解了 所以不会采出太大的问题 根据就避免了 那另外一个虫什么虫呢 就是菜青虫 大家看看我这个菜上 没有任何的菜青虫 啃的这个样子 虫眼一点都没有 什么关系呢 那白菜播种下去 以后 就应该马上盖上这个防虫网 防虫网的话 我们在这个球店头讲过了 大家都知道 那防虫网的话 用100目的防虫网 然后的话 关键是要盖盐 盖盐石 你盖不盐石 那个蝴蝶会找空 装进去 那这个虫就会 就会菜青虫 防虫网一直从 播种以后 盖到9月下旬 10月初 到这个时候气温已经明显下降了 蝴蝶没有了 这个才可以 要不然的话 这个菜青虫的发生后 发生两次 第一次在这个8月下旬 第二次9月中旬 那防虫网盖的时间长一点 盖延一点 也可 就是也可以避免这个菜青虫的危害 那虫就防虫了 那到了 第四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 就是大根病的问题 那预防大根病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轮座 我们现在这个菜地面积够大 可以保证我们 按照这个 轮座方案来执行 那轮座上什么执行呢 同一块地里面 保证在5年之内 不重复种植十字花阔素菜 那十字花阔素菜很多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种植的日志 记住 我们哪一个地块 哪一年哪一季种了什么 然后到下一季 或者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种的时候 记住 不要重复播种进去 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大根病的问题 为什么这里没有提农药 这是因为第一 我们提倡有机种植 在我们家庭餐园里面 采取的是不使用任何农药和化肥的方法 因此不提农药 第二个 加拿大农药法规很严 如果你有农场执照 那你照农场的执照去 按照国家的规定 那些regulation去做 你可以买到农药 但是普通家庭 你没有农场执照 你没有这种 使用农药的license 已经买不到的 因此我们在家庭种植当中 就不提农药这个环节 我们实践了 家庭种植 我在实践了八年了 不使用农药 不使用化肥的情况下 只要我们基本措施到位 这个宠害问题 病害问题 是可以避免的 现在我们这个白山 我们就拭目以待 到1月份 2月份 我们看看 它能不能停过这个 零下33度的低温 现在零下8度是已经过了 没有问题 好我们继续做点工作 把它盖延 我们今天的工作 就算做完了 好 后续 到我们2月份 踩白踩的时候 再给大家看 这个防汗措施 可靠不可靠 可信不可信